来动大仇恨 一概而论的仇富仇官当然不对 连接有一些富人 的的确确就是自己干出来的 有一些小企业主 不就是自己干起来 你小雷不是自己干起来的吗 当然你也会来事 你也会跟警察政府讨点喜欢 但是你能讨多少 你在那地方得多少便宜了吗 你可能那样 但是有很多人也并不是那样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有一些 这个小富之人 那全是人家凭勤劳来的 人家富人家穿貂皮大衣 开个好车 你去你妈里你死全你 我夫妻说 其实你们家在文革 肯定没受到过冲击 我跟你讲 那些真正在文革中 受到冲击的家庭 反而 他们的想法和你不一样 说话这人是一个辽宁大连人 他在大连这个搞一个餐厅 这个他们家从1949之后就受到冲击 但是他对共产党特别的感恩戴德 就很多人很难理解 说你们家受到这么大冲击 你怎么还这样呢 不知道 他是一个脑袋瓜子 可能有毛病的人 但是这个人呢 在这个聊天平台上对待网友那种攻击 那种下作下流 毫无底线 肆无忌惮的 也引起很多人对他的反感 然后呢 他呢就 比较高调吧 他的餐厅的信息就被人扒出来了 被人扒出来之后 一堆人去他的餐厅那个留言 就是叫差评吧 也给他的餐厅造成了经济损失啊 这个给他留言差评的人我都认识 但是我还真没那么做 真的 我还真是没有对他是吧 当然那些人实际上没有对他 没有到他的餐厅去消费 就是也是虚假的 因为他实在是做了很多很过分的事 就这个人 他们就是又在那跪舔 对体制玩命的跪舔 他只是个人挣了一点小钱 其实抨击文革 抨击反右 抨击各种的社会丑恶黑暗现象的人 并不一定本人受到多大的冲击 我们是出于正义 出于主持公道 出于看不惯虚假的历史 我们家不受到冲击 中国受不受冲击 我们家真的没受冲击 我告诉你雷雷 我们家还真是受到冲击 那个冲击还受得他妈奇怪 你知道是什么吗 因为我老爷 我老爷是海外关系 但是我老爷是亲共的 但是在当时是不能说的 你知道我什么雷雷 我们家在文革 不光在文革了 从四十九年以后受到的冲击 就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我爷爷 我父亲 他们的想法和你完全不一样 有这样的人 有这样的人 另外一个大连人我也知道 满族人 后来他的父亲还到北京的一个部委当官 这个被毛泽东女路 被的滚官烂熟 虽然他的父亲 虽然就我这个朋友的爷爷 受整 他们家地主嘛 但是他好像对共产党还是很忠诚 是坚定的左派 现在的国家某部委 也是私局级退休了 反正是退休金什么的 非常的优厚 他说他不恨 这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吗 这不是贱吗 脾贱 是吧 这个就是一种奴隶症 这个奴性进入血液 那就大呀 大又怎么变 雷雷的意思是冲击大了 你也不应该批判他 对不对 那是你可以有这个想法 你很高尚 但是人家要批判这个东西 你能说人家不对吗 对啊 你可以忘记了对你们家的迫害 有的人不愿意忘记 对吗 这奴隶 这就是狗奴才 我夫妻说 他们家恨不恨 因为在那个大的历史背景下 这些都不是由我们自己能决定的 随波逐流 这个忍气吞声 随遇而安 这个苟且偷生 苟且偷安 中国人这种宿命论 还有对命运的忍气吞声 逆来顺受 真的是 让我反正我不喜欢这种这种活法 我不喜欢 什么叫跟历史和解呀 都没有清算 到现在还是伟大领袖呢 做了那么多恶事 对吧 他先得承认错误 先得忏悔 受到惩罚之后才有可能和解 现在啊 对 你现在说就跟他和解 谁理你啊 谁跟你和解啊 对吧 拿着枪 拿着刀跟你和解 你做梦去吧 毛他只是一个个体 如果没有那个大的历史背景 没有 没有那个历史背景 就不可能出现这个毛 毛是个图腾 他代表着一种邪恶 一种罪恶 你爹是被吓死的 雷雷 你爹是为了你好 嗯 说你小雷 你这个小子 你调皮 你千万不要出去多嘴多舌 嗯 你不都说了 你爹是演说家 最后都结巴了 有道理 很多老人害怕 那种恐惧 说到这些事的时候 都是小声说的 人多的时候都不敢说 确实 我父亲也是后来都住院了 身体不行了 才跟我说了一些事 包括抗人战争的事 包括这个恶肚子 大饥荒的事 我父亲党员呀 也是个副科技小干部 对吧 也很少跟我们聊这些事 都不敢聊 其实他们心里边 也明镜似的 当时呢 历史大背景 整个欧洲 大半个欧洲都变红了 什么叫大半个欧洲变红了 是吧 一多半的欧洲没变红 少量的 苏联也就控制了波兰 东德 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另外阿尔巴尼亚 南斯拉夫 八九个国家 是吧 绝大部分国家 还是民主自由体制的 对吧 他说的不对 什么叫大半个 你看那面积 俄罗斯就占了欧洲的一半 你不能从面积上看 你得从这个人口啊 影响力啊 对吧 他这个 没文化 那共产主义是最牛逼的 最实战的 对不对 一百多年前 共产主义 就和咱们现在说的普世价值 是一模一样 一个真是知识分子 巴拉巴拉巴拉演说家 最后一声都不吭 然后小雷说 这个很好 人就应该这么做人 你这样说是不错的 我知道 你还能怎么定 对不对 但是有人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 反省一下 我们这个文化呀 这个社会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也对嘛 我觉得也对呀 一百多年前 那共产主义 就跟你们现在说的 这个普世价值 民主自由 到底是一样的 小雷 你又说 历史的大背景 历史的大背景 也得反思 也得批判 你在弄个宇宙的大背景 宇宙的大背景 也得反思 也得批判 否则我们究竟 怎么改善这个社会 继续前进呢 你看这些追求 共产主义的这些 都不是穷人呢 都是有钱人呢 跟这有什么关系 大师 真是有情怀的 有理想的 有情怀 有理想 不代表他不做错事 不代表他不做恶 出发点的理想性 和实际效果的罪恶性 这之间 有逻辑链条 能够证明 这就是不择手段 列宁主义 不择手段 谁说 我说的好了呢 但是我干的 让你血流成河 让你恶瓢遍地 让你百叶凋零 让你失去了 人身自由 言论自由 这对吗 他们当时 真是有情怀的 有理想的 真的 他们 网友说 他们比你有情怀多了 对 小雷 共产主义到现在 仍然感召人心 就现在 而在一百年前 共产主义感召人心 更加有道理 因为当时的 生产力比较低 人这个日子都不好过 说实在的 地主家也没有多少余粮 那这种思想出来 穷人心里有怨气 他当然就怨恨 社会上的那些 比较富的人 特别感召人心 他们的初衷 确实是抱着 要让 这个社会变得 更公正的 更公平的 共产主义嘛 对不对 就像 你们现在 要求这个 全民免费医疗 全民免费养老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其实现在 你们追求的 也跟共产主义 理想差不多 小雷 你说情怀和理想 希特勒没有 情怀和理想吗 IS国家 你以为他们自己 认为自己是小坏蛋吗 他们也有 情怀的理想 你要不要 让我讲一讲 IS国家的 情怀和理想 你想不想听一听 是 更加公平一点 对不对 对不对 社会福利多一点 免费医疗 免费教育 免费养老 这不就是 另一种 共产主义吗 对 是 小雷 但是你就不要认为 理想主义 内在的是正确的 不对 不是那样 理想主义是一种思想方式 现实主义是另外一种 所以你要站在 一百年前的历史节点上 去看这个问题 为什么共产党能把国民党给打败了 其实共产党和国民党 其实都是拿着 这个 苏联人的钱 对不对 当时都是拿着 斯大林的钱吗 黄埔军校 蒋介石校长 来政治部主任 对不对 国民和民局里面都配打代表 国共合作 对不对 联合联共 现在呢 我跟小雷的这番谈话 我不打算说服他 我知道 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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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雷和我是互相不能说服的 这就构成了社会思想方式的 阴和阳之间的相互作用 人类就只能这样 过日子 小雷对 小雷我非常尊敬你 你也要尊敬我 但是咱们的思想 此生此事不可能相同 其实都是当时的历史的选择 老江跑到台湾也搞土改 这么多一样嘛 当年搞土改就和现在 要求给夫人上重税 来养不穷人 都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说搞土改 也是当时的 必须做的事情 你要在台下你一样搞 你要不搞土改的话 老百姓就不会支持你 搞土改没问题啊 你不能强制剥夺别人的财产啊 你不能打人捆绑人批斗人杀人 对吧 你政府拿出钱来啊 你赎买土地啊 你国民党到台湾人家那土改怎么做的 你中国大陆怎么做的 对吧 这不睁眼说瞎话吗 真是个王八蛋 斯德哥尔摩综合政 他自己当奴才当得好 他还要让别人也当奴才 对对 小蕾啊 就是要说咱们国家 也搞美国那种制度的话 不告诉你 你还属于个共和党 我还有点民主党的滋味 反正是咱们来的情调 是属于两个党 两个党就构成了这个结构嘛 那一个党 是构成我们这种结构 对不对 所以从理性上来说 不同的党 不同的价值观 是不必互相憎恶的 但是 不同的价值观 就有可能趋向于 导致一种彼此憎恶的那种感情来 这是客观的 但是 你是不是就在理性呢 你觉得对方非常可恨 你就拿刀把他宰了 那你自己肯定会成为专制主义 肯定的 教授你爷爷奶奶当时可能分一块地 分船嘛 你们家靠海边嘛 对不对 可能也挺高兴的 我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不要问我 我家我奶奶 我爷爷 我们家是不是太支持这个 这个土改的 因为我们家是有地的 我们分的一定比原来少一点 你说他能够支持我们 打从内心里边 但是不要谈我们一家一户好不好 嗯 对吧 不要谈一家一户 你得从整个社会的公正的这个角度来思考这种事情 嗯 对 从整个社会的公正来评论 毛 评论土改 这个反右 大饥荒文革 你要说毛主席 是吧 你毛主席和周总理还不用革命了 你毛主席家里 那起码是个妇奴嘛 你要是毛主席家的不是毛主席家 这可能就是地图啊 周恩来家 都是资本家嘛 按照你们说啊 都不用革命了 你们张嘴闭嘴 理想主义者 你怎么不看看人家毛主席周恩来呀 那么他刚才说革命导师N个四 N个四又是什么 什么人呢 N个四不又是资本家吗 你凭马 马克思一个文人写了个书 人家昨天告诉我 马克思写了个资本论 口号费还不够 他筹血家的 那不都是他的朋友 N个四接级他吗 N个四是什么人 不资本家吗 按照你们说 从个体的这个利益来考虑事 人家N个四干嘛 写共产主义这种理论啊 你们一个一个的小脑筋 你简直掉尿筒里边去了 哎呀雷雷的 吹牛逼 这叫做正着口号 对不对 他们就应该喊这个口号 口号就得喊到一百分 甚至一百二十分 然后你给他五十个分 五十分也挺好的 对不对 他是口号 你不要对口号什么东西 然后他口号就过分了 小雷就开始破掉凉水 那不就搞得可事了吗 你他妈不喊口号 压根就没了 李慕之 你跟小雷雷实际上是一样的思想方式 你们两个是一党的 但是格子都不要吹牛逼 你们是公正的 你就要说一个 就个人来讲 小雷雷还行 是吧 你这个老板 是吧 不大 但是也蛮可以的 小雷啊 你一个李慕之 你一个北平的流浪的艺术家 过了个穷日子 但是你也是这种思想 他真的不能从经济这个角度 来谈论这些事了 所以李慕之 你是很有理想情怀的人嘛 李慕之说 我说的是国家利益 但是我就说 国家利益体现为个体利益 这不是又是阴和阳吗 你强调国家 对 不强调国家怎么能行呢 我呢强调人民 不强调人民怎么能行呢 我就这么说吧 李慕之 你也不要紧张 我这个意思就是说 所谓的苟利国家生死矣 起因祸福必屈之 这话是林哲徐说的 林哲徐所说的这个国家 是爱心绝罗家 不是普通的批名 林哲徐要所谓的禁烟 他是要禁洋人的烟 他后来是主张在国内自己中烟的 你来 你听我说吧 我说的太好了 我就没有个说坏了的时候 我就在问牛逼 像小雷啊 还有李慕之 都相当的偏颇 都觉得自己对 我不是 我说两个人都对行不行 你李慕之力在编 你们那么紧张干什么吧 说的好 说的好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